你有在爬山吗? 这几年爬山的风气非常的盛行 其实在台湾的山区中爬山 是一种非常享受的事情 常常在山区有着不同的生态和生物 在台湾因为海拔高低起伏的关系 有各种不一样的生物活在山区中 常常在爬山的时候 有时候你可以听到一种很类似狗叫的声音 但仔细的听这种声音听起来又不是狗叫声 这种到底是什么生物呢? 我们来听一下后面这一段声音 这一段是我在山区的时候录制的声音 有听到这个声音吗? 这个声音听起来有没有很特别呢? 有人说它很像狗叫声 但是我觉得并不是这么像啦 那这是什么声音呢? 对了 这个是台湾的一种很特殊的生物的声音 我们称为山枪 台湾有一种很特殊的生物 叫做山枪 它的声音听起来有人说很像狗叫声 其实这是台湾少数的鹿科动物 台湾只有几种鹿科动物 分别为三种 一种是水鹿、梅花鹿跟山枪 而这个就是山枪的叫声 山枪是一种小型的哺乳类动物 主要的分布地点中国的南方和台湾地区 在全世界总共分成两个亚种 分别是山枪和台湾山枪 而在其他地方也有山枪 但是这些山枪都不是原生种 分别都是由这两个地方所引进的外来入侵种 而入侵到不同的国家的地方 而这种可爱的生物其实大小非常迷你 山枪的整体大小不到一公尺高 以鹿科动物而言 它算是一种小型的鹿科动物 雄性的山枪 它的头顶有短角 并且在成年的山枪的头的内缘 有黑色的线条 而雌性的山枪呢 在成年之后 头上的黑色线条会慢慢的淡化掉 在台湾 山枪活药在台湾的森林中 它是一种全日都可以见到的小型哺乳类动物 在数量上一直维持在一定稳定的数量 在台湾原本被列为保育类野生动物 不过在2019年1月9号之后被调降为一般野生动物 虽然山枪调降成一般野生动物 但是在法律上还是不可以随意的捕捉 除了山上和山区中 在城市的周围是不是也有山枪的存在呢 其实在台湾的城市的周围的山区 浅山地方也有山枪的存在 台湾的山枪的分布的地点 主要从低海拔的山区到3000公尺以上的山区都有 是一种分布非常广的生物之一 在城市的周围的山区 例如在台湾南部的高雄有一个最有名的郊山 柴山 柴山除了著名的台湾猕猴之外 在其中的野生动物中 也有一定的山枪的分布数量 而在柴山的分布数量有多少呢 依照高雄市中山大学的调查报告中 在2018年12月的调查报告中 他们调查了在高雄的柴山 到底有多少的山枪的数量呢 依照估计 柴山大概有193只到550只左右的数量 也就是说在柴山 虽然是城市周围的山区 但是这个山区还是有山枪的存在 不过在这个报告中 有提到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 流浪狗的问题 流浪狗在山枪上是造成很大的问题的 依照调查报告资料中 柴山上流浪狗的数量大幅的增加 在2018年的调查报告中 柴山流浪狗的数量大概有406只到1014只左右 流浪狗会猎杀山枪 当流浪狗大量出现的地方 也就是山枪明显减少的地方 这应该也是一个最大的问题点之一 以前在爬柴山的时候 我曾经也看过一次山枪 觉得非常的神奇 明明在城市的周围的山区 竟然有如此可爱的动物 不过这种动物呢 在国外却是一个严重的入侵种 你从来没有想过 这种小型的入科动物 在其他的国家是一个外来入侵种 在2005年的时候 日本将山枪列为特定的外来生物 最主要的原因是 山枪由动物园不小心的跑出来 在1970年的时候 日本发生过一次台风 这场的台风 吹垮了东京的大岛公园的栅栏 其中饰养的十几只山枪 由此而逃脱 经过了几十年下来 到了2020年左右的时候 日本估计野外的山枪 大约有五万只以上 其实山枪的繁殖非常的快速 山枪大约一年左右 就可以开始繁殖 并且在东京的周围呢 也有一些太阳能板或是森林 有这种遮蔽物的关系 也造成山枪在日本的野外 大量的增加 在日本 他们已经进行过 很多次的扑杀计划 但是日本的野外的山枪 山枪还是大量增加 这是一种非常麻烦的事情 因为外来种对当地的生态 会造成一定以上的影响 虽然它是台湾的原生种的物种之一 但是到了国外 反而是一种重要的外来入侵种 当然除了日本之外 山枪还入侵了英国爱尔兰 在英国山枪被引进的时间 非常非常的早 最早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9世纪左右 也就是这样 英国的目前的野外的山枪非常的多 在2008年的资料显示 英国估计 英国的山枪至少超过10万头以上 因为山枪有极高的繁殖率 在国外也造成麻烦 对于未来入侵种的问题 一直造成国家非常大的问题 也是困扰 而在台湾 如果你想看到山枪的话 其实最好的地点 是在一个保育区里面 福山植物园 很久很久之前 我去过福山植物园 在那里你可以看到很可爱的山枪 慵懒的坐在旁边 主要没有猎杀 没有猎捕的关系 所以它可以完整的保护这个生态 还记得某一年 我去福山植物园的时候 第一次看到山枪的我 觉得非常的兴奋 这边的山枪根本不怕人 悠闲的在园区里头走来走去 晃来晃去 你可以在很近的距离 看到这个很特殊的生物 这也是一种很特别的经验 好了感谢你的收看 不知道你对这种台湾 特有的牙种的生物 有更多的了解了吗 我们下一次再聊聊其他生物 聊聊其他生态 我们下一次见 我们聊自然 下一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